前两天有这么一则新闻 一名来自于天津的大学生 他自称是一名注册的贫困生 但是他举报 今年他们学校的奖学金 这个注学金分配不公平 说为啥呢 据称是今年评选的时候 有四个名额 他认为作为一个建党立卡的贫困户 就是贫困生 他自己是贫困生 明明每年都是应该有一个名额 被分配到这个注学金 结果今年却被一名 实际他认为 经济状况并不特别困难的学生 同学被把他给挤了下来 于是他进行了举报 他们学校也进行了核实 最后得出了结论 是学校的相关的贫困生 给注学金的政策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偏写 都是合法合理的 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完 因为有网友最后发现 这名所谓的贫困生 其实并不是真的特别贫困 有同学说 这名所谓的贫困生 他的电脑8000多元 手机是3000多元的苹果手机 还有几双上千元的球鞋 这是他的同学拍的照片 精察 他的电脑是一款华硕的价值是8499 实际道款是8569 一款非常贵的用于玩游戏的笔记本 叫名字一看能看出来叫什么魔霸心锐 你叫说这个品牌被玩家称为败家之眼 基本上售价都上万 当然他自己解释说是买的二手的电脑 只花了8000多元价是上万 他只花了8000多 大哥8000多买二手的真有钱 我买的二手电脑 叫我作为一款在国内的互联网职场 打拼很多年的一个老资格的互联网的老兵 我买一款将近一万元电脑 我都得掂量掂量 他8000多块钱 说买就买 我买的二手的 他自己解释说用于是专业课和剪视频 而且说购买电脑有5000元 是奶奶从爷爷的遗产中拿出来的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反正编的跟真的似的 拿遗产中5000块钱给你买电脑 也不知道就说到底是真没钱 还是假没钱 至于说4000块的平板 也是用来读书学习 我们家用的小米的派的 也就可能1000多 我忘了多少钱买了 人买平板4000 至于说这球鞋 1000多的A机 是自己打工挣钱后买的假货 价格也并不贵 说这电脑之所以买来能玩游戏 也是因为租房时 做饭也不方便 所以玩游戏 只是想躲进虚拟世界里喘息一下 现在已经不玩游戏了 手机也只是说 说你看3000多手机 买的时候花了3399 用了两年半 没淘汰也会继续用 他也放了当时买苹果手机的 这不是手机是派的 把新闻的一些发票截图一些证据 哥们反正也觉得这事弄的不太地道 所以现在B站做直播 也有很多人给打赏 他说不要不要 我倒是全退给你们 他也怕这个事进一步闹大 直播时的同学 特困生 猪同学 你说你不是说我球鞋 说我问题吗 我给你看一看 是不是这是假的 你只要拆这个截图 你瞧 是吧 假的 我不可能买真鞋 真鞋太傻了 假鞋 也不是真的假的 还是哪弄的截图 行吧 但这个事情 现在我们来看 事后诸葛亮 会觉得说 不挺正常的吗 又是一个自称地保护 自称贫困生 结果发现是假的 但这个事项发酵 最初并不是这样 你瞧 比如知乎 这个答案就很明显 他说 你看这位猪同学 他有贫困生的单独的建卡 有贫困生的卡片 而且还是孤儿 还是低保护 属于官方buff 几乎点满了 还是教育民政 乡村振兴局 重点关怀对象 结果愣是靠 被扳机投票和村社证明 就能挤下去 属实牛逼 结果后来发现 他有很多物品 非常奢侈之后 他说 我承认 我被带节奏了 所以说明什么呢 说明很多时候 这个实施的真相 跟你想的可能并不完全一样 他有很多 就是你并不知道的一些细节 隐藏在后面 如果只达出一个片段来说 很容易就被带节奏 你知道这个评论就没有改 应该这还10月1号的一个评论 他说 你瞧B站 疯狂山视频 就是当时 大家还比较同情 这位贫困生 说你瞧 他一下子把这个丑相 给你曝光出来了 一定是那么学校 有什么这种 PY交易 有些猫腻 所以想疯狂 靠这个山视频 压热度 来把这个事情给洗白 他之前 你看 他说他当班长 就评选时候 有同学跟他发消息 说他们家也很困难 非常节省 不知道为什么 助学金一直没拿过 后来 明额给这位同学了 于是就被 有原来拿过助学金 这次被评下去的同学 指着骂 差点跟新拿钱的 这位贫困生打起来 说你们这帮人 太不要脸了 结果后来发现 你看 现在过了一周 再看这位猪同学 实际上并不是他们想的 一个真正的那么贫困的学生 这哥们也没更新 过去有点觉得太丢人了 好吧 咱们翻回来继续说 说一说 老朱我自己 身边的上本科大学时候的 一位贫困生同学 他们家是来自于四川自宫 自宫那地还是比较穷的 也不知道什么特别有名的 可能恐龙化石还行 听说当地人都拿 恐龙化石垒猪圈 因为也被称为恐龙化石之乡 还出过一个名人 就是郭敬明 郭小四 这哥们 据他说 小时候想上学 都得翻山 走路两小时 才能到附近的县里 去上小学 所以确实是一个贫困生 村里来的 他甚至上我们 计算金专业之前 压根就没有摸过电脑 这种同学 你看 贫困生名额不给你给谁 于是在大一大二的时候 他拿到了助学金 非常开心 因为我们毕竟是计算金专业 他必须要去学电脑 于是精打切断 大概是那个时候 买了一款五六千的华硕 也是华硕的笔记本 特别开心 就拎着笔记本 来回来绕圈 然后 然后笔记本还在当时北京这边 还都是公交车这种车站牌 把这笔记本给磕凹进去一小块 我当然 回来 看你哥们整个脸 都是阴沉的 当然 长得就黑 就说明什么 他是真心疼 真心疼 他也知道自己的钱 来的并不容易 他也不管说 我买个八千多的笔记本 他就买了一款 华硕的五六千 一个基本款 用于什么呢 用于老师学编程 学开发 所以后来这哥们 大学毕业之后 随着父母 应该是没有父亲 应该是有他母亲和他的姐姐 还是妹妹 我也忘了 当时他们都在上海那边打工 我也忘了是在厂子里打工 还是做保姆 我也不知道 反正确实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 对吧 他呢 那我去母亲身边 对吧 当地找找编程的工作吧 那个是真穷 像我们家这边 有这种泥子大衣 比较旧的了 我爸不穿了 说他要不要 非常开心 就拿走了 为啥呢 确实他买不起特别暖和的衣服 平时看那个毛绒大衣 好像比较老旧 所以我们家有一款 所以有点旧 但是呢 很暖和的一款 大衣给他也欣然接受 这种啊 我认为他是真正的贫困生 你说你看 你买一个8499的玩游戏的笔记本 说实话 比我电脑都好 我现在还是小米的 是170501吧 这么一款型号 我那电池室都已经 就是都鼓包了 我还在使 我今天跟着平多多呀 下单子买了一个CPU风扇 为什么 是时间长了 有这个异响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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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 很吵人 我自己掏螺丝刀 把螺丝给拧下来 换了一款拼多多35块钱的CPU风扇 我换来继续使 电池鼓包呢 我都不想换 为什么呢 100多块钱 我觉得鼓都也不是特别厉害 还能错后用 我都这么节俭 你瞧这帮大学生 哇靠 那简直比我看起来都有钱多了 咱来看看评论区 说不评价 他是不是真的贫困啊 我自己家呢 就是建党的这个 确确实实的贫困户 19年才脱贫 说讲一下我情况 用到今年5月份才换 2023年用了小10年 因为是满农 公司新项目啊 这个电脑带不起来 说手机是800多的红米2 用到毕业 像我也是嘛 我现在手机是红米K40 用到现在呢 也用了两年多快三年了 说后面的工作呢 换了荣耀酒 也是1000多 用到去年10月份才换了新手机 说然后上学的学费啊 那是这个生云地贷款 17年毕业 18年8月份呢 全部还清 当时呢 刚毕业住200块钱 一个月的这个城中村 就是一张床 一个桌子一个布衣柜 说衣服鞋子呢 也是基本不舍得买 有很多呀 都是我上学时候 我姐高买的 现在还带穿 干净就可以了嘛 然后每个月呢 固定存钱 然后交房租 吃饭花销1000多左右 不会超过1500 每个月花费啊 说思想方面呢 如果真穷 从小自尊心啊 就会特别强 不会喜欢别人的失手和可怜 我当的时候呢 就补贴这个政策了 不管怎么平呢 每次都有我 还有奖学金 我也拿了好几次 说如果给我呢 我自然会记住这个国家 还有政府的好 有机会报答 一定报答 不会因为啊 没有平武啊 就开始哭闹 我觉得扶贫啊 扶的是思想啊 不是光给你好处 你自己也是要努力的 很多东西呢 更喜欢啊 靠自己努力来争取啊 他会比较安心 你说我开始呢 在B站刷的视频啊 你看就很讨厌哭 一副乞求的样子 给呢是政策啊 没凭上也很正常 或许别人也贫困呢 对吧 因为对吧 不会只有你一个穷人嘛 也有人很贫穷嘛 为什么只能选你呢 也有人说 那些贫困生对吧 一点看着不贫困 说像我工作这么多年了 买苹果还觉得不值 我觉得买苹果的人啊 都是有点追求虚弱 反正大家都看得非常不爽啊 说还大成主播 行吧 反正这么个事情 没有什么更多可以评论的 只能感参呢 现在这帮学生啊 一个个啊 都是猴精猴精的 非常懂得会包装啊 专门这种小便宜 行吧 写的话呢 欢迎点赞,收藏,订阅 查看推荐,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